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灯场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二 2020年俄厂员工突然爆出大量 俄厂将要停止和吴磊的一切合作 一时期期间曾让网友们议论纷纷 想要求证这件事情的真假 而就在这个时候 关于吴磊的腾讯直播计划宣告取消 而穿越火线宣传海报上 吴磊所有照片全部都被撤掉 而俄厂副总的朋友圈也更新了相关动态 表示不再和私翻位的艺人合作 种种迹象表明吴磊可能会被封杀 然而这些仅仅是吴磊成名路上 所有坎坷的冰山一角 那么吴磊真的会私翻吗 这些年他的成名之路上 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化险 唯一走到今天的 这一路走来 吴磊也凭借着自己的作品 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以及娱乐圈很多前辈们的认可 在荣光的眼中 吴磊18岁的时候 便已经能够轻松把控 自己饰演的每一个章节 不仅如此 吴磊非常敬业 可以为了一场戏 在水中坚持两三个小时 精神可嘉 未来可及 在刘嘉玲的眼中 吴磊惊为天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演员 专业认真 在拍戏的过程中 态度一直很端正 就连对演员要求 意向很严格的张艺谋 对吴磊的工作态度 也是赞不绝口 不迟到不早退 拍戏期间 兢兢业业 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假手于人 他拥有一个演员的优秀品质 而对于吴磊的演技 实力小花赵令 也是佩服不已 更是直接在某节目中 大赞吴磊很有天赋 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而吴磊也从来 没有让大家看走眼 从小到大 吴磊对于自己的 每一场戏 都是认真的对待 一直为成为 最优秀的演员而努力 他希望自己在某一天 能够成为像 周润发那样的影帝 为此吴磊一直在 追梦的路上 不断奔跑 拼尽全力 去成为自己 想要成为的人 在梦想的路上 一路奔跑 为了能够演好 偶像明星 符合小说中 男主的外形标准 吴磊在平时生活中 高度自律 别人一有时间 便是吃饭休息 打游戏 而吴磊一有时间 就去健身 努力将偶像去男主 宽肩窄腰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好身材 照进现实 为了能够练出好身材 吴磊可是吃了不少的苦 放弃不少的娱乐活动 也正因为如此 吴磊才能真正在 长歌行中 还原男主 阿什勒森的好身材 让娱乐圈显示身材 必须穿腹肌的男主 无地自容 除了在身材上 吴磊一直对自己 要求很严格 在演技上 吴磊也从来没有 忘记提升 而他饰演的阿什勒森 便是吴磊 努力后的完美答卷 在剧中 吴磊作为霸气的大男主 俨然退去了 狼牙榜中 小飞流的天真烂漫 这个人霸气侧漏 面对女主时 百炼刚 迅速化为绕纸柔 温润如玉 所有的转变 都恰到好处 而最考验演员 演戏功底的哭戏 也让吴磊轻松拿捏 隔着屏幕都能 让人感受到 满满的悲伤 让人不禁沉浸其中 就连央视也在报道 吴磊哭戏的出色 在拍戏的态度上 吴磊也是一如既往的端正 比如在拍摄 我和我的父辈 吴磊有一场戏 是在马上开枪栓 怎料 吴磊手中的枪意外炸糖 绷得吴磊眼睛都睁不开 满脸的痛苦之色 随即剧组立刻喊停 叫来相关工作人员 来为吴磊处理脸上的伤口 当大家看到 吴磊脸上被炸出的 无数个小点点时 不少人倒吸一口冷气 毕竟那么多的小伤口 让人一看便觉得很疼 小医院就医 再加上对于一个偶像明星来说 脸就等于是虔诚 如果脸上的伤感染 吴磊便会面临毁容的风险 因此剧组便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表示 让吴磊尽快去医院处理伤口 然而吴磊全程像是没事人一样 甚至为了不耽误拍摄的进度 坚持让化妆师用遮瑕粉 遮住脸上的伤继续拍戏 由此可见吴磊在拍戏上的认真 然而即便是吴磊在拍戏上 兢兢业业 在演技上不断进步 他的成名之路也并不顺利 在他成名的道路上 被抢戏份遭受冷眼 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2018年由吴磊林贤主演的《沙海》上映 然而在播出后不久 网友便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在这部剧中作为主角的吴磊 戏份竟然还比不上作为配角的张明恩 而且很多本应该属于主角的光环 最后也转移到了张明恩的身上 这样的事情在国内电视剧中实在是少见 这让网友们感到很是疑惑 不过这样的疑惑没持续太久 不久之后便有网友爆出 《沙海》的制片人白衣聪 竟然是张明恩曾经的老师 而且两人这些年关系一直保持着联系 关系很不错 这一团疑运才被解开 不过张明恩开后门加戏份的事情 也遭到了网友们的指责 毕竟无论到哪里 不靠实力靠后台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或许是为了平息网上的风波 《沙海》的作者南派三叔 不久之后站出来表示 在拍《射沙海》期间 张明恩的经纪人经常缠着自己 为张明恩要戏份 自己不好意思拒绝 因此张明恩加了不少戏 然而有加戏份的 并有删减戏份的 而被剪掉的自然是戏份最多的 原本属于主角吴磊的戏 不得不说 在娱乐圈如果没有后台 没有一个喜欢死缠烂打的经纪人 戏份动不动就会被剪掉 还真是不好混出头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吴磊 坎坷成名路上的冰山一角 2020年 吴磊的演艺生涯 差点毁于一旦 这一年 吴磊出演的张公案 在番位上出现了变动 原本在6月19日的演员表上 景伯然的番位是排在吴磊之前的 然而到了6月22日 吴磊的番位却排在了景伯然的前面 而到了在6月24日 吴磊又从演员表中直接消失 这部剧的男主变成了景伯然和宋威龙 再加上讹厂员工 和副总孙中怀的朋友圈作为佐证 这让吴磊深陷四番风波 更是有不少人猜测 吴磊或将面临封杀 只是群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 吴磊的四番行为根本就没有人相信 毕竟吴磊这些年在演戏上一直是津津也也 这点大家是有目共睹 也正因为如此 吴磊在娱乐圈口碑一直很好 影视资源也一直不断 因此根本就没有要去争什么范围 再加上张公暗中吴磊作为张平的饰演者 原本就是男一号 虽然是双男主的剧 但是景伯然饰演的另一个反派男主兰玉 怎么这戏份都不可能压过吴磊啊 毕竟在国内的电视剧一直奉行邪不胜正 这样看来吴磊就更没有必要去私番了 然而无论怎么看都不可能去私番 然而这场风波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便是有人想要让吴磊让位 毕竟这些年 娱乐圈的明星如雨后春笋一般 一个接着一个的在娱乐圈冒头 而娱乐圈早就处于一种狼多肉少的状态了 而吴磊手中的资源便成为一块肥肉 让不少人蠢蠢欲动 想要丈为己有 只是他们都忘记了 吴磊之所以能够有如今的口碑和人气 是他从三岁便开始在娱乐圈摸趴滚打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而他的敬业他的实力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想要通过恶意抹黑让吴磊塌房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或许正是因为粉丝们的支持 他多年努力下经营起来的好口碑 让吴磊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 重新回到了曾经的辉煌 从2021年到2022年 吴磊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为我们交上了一份又一份满意的答卷 凭借着在这些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吴磊的人气更胜从前 成为年轻一代实力派演员中的典型代表 只是吴磊的成名之路难免让人心疼 希望有一天娱乐圈的风气能够变好 让那些像吴磊一样的实力派演员少受些挫折 让真正有实力的演员 能够得到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输出更多的优秀演员 呈现出更多让大众满意的作品 让我国的影视业再创辉煌 那么你喜欢吴磊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哦